其实我不饿只是肚子很寂寞 大家好我是老胡 今天去吃个牛肉火锅不是自助的 所以今天我要看一下这个单点式的牛肉火锅和自助的有什么区别 走吧 吃个牛肉火锅 暂时先点这么多吧 五盘肉加一个牛肉王 已经快要200块了 点了我手有点抖 已经没有当初吃自助那个风范了 像这种点单的话 牛肉品质确实会比 自助要好 但是贵 一盘就要30多块 我先吃一盘嘛 有点饿了 等一下再说 小波都要搅回去 我自己的汤 小波都要搅回去 小波都要搅回去 我自己的汤 小波都要搅回去 我自己的汤 我自己的汤 我汤要来这个汤 鸡汤要搅回去 我自己的汤 没有汤 你帮我拿回去 这个汤 没有汤 这个肉确实非常的嫩 口感很细腻 你脚在骗 你真的有什么 你还这么不定 你博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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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在开 你本来有什么 你博咯 口感很顺滑很顺滑 基本上咬起来 我的咬鸡都不需要用什么力 可能贵就是好吧 60多块没了 首先的话这个单点的牛肉火锅 它的高功都非常好 刚才看到了 真的是有透明度的 其实吃的话它的口感会好很多 一点都不会柴滑 吃起来的话绝对很顺滑 这个应该 这种肉的话应该吃个十几二十盘的话 这玩意应该不会酸 但是心会痛 小口挺吃吧 一碗一碗的 五盘很快就没了 这让我想起了那个吃牛肉之助 这让我想起了那个吃牛肉之助 这一碗的吃牛肉之助 刀一次的话下十二克 这样吃的也要少一点 还剩两碗 吃完了等于肯定还在夹了 我才嫩我怂的 这两盘60几块 三盘就90多了快100块 吃牛肉制作的话也在七八十 你说我能不熟吗 吃到我都不敢大口吞 还有就是我都喝汤酸饮料了 说明什么 看有很多人会说 那个牛肉制作的肉啊不好啊 冻肉啊 很多进口肉啊 质量很差的肉什么的 其实我想说的话 如果你只是想吃饱的话 这个单点的牛肉和自助的其实是没有差别的 虽然说这个单点的肉确实是口感很好很好吃 但是如果让我选择的话我还是会选择自助的 因为吃自助的话会比较放得开 那个七八十块钱一交我就什么都不用担心了 就实际吃了 唯一担心的就是怕自己吃太少了 像我这种比较能吃肉的啊吃这种三点式的牛肉火锅的话 有点吃不消啊 有点吃不消啊 随便一吃吧 可能要吃个随便最少最少要吃个三百块钱 肯定是要的 所以说 没钱就有没钱来得吃吧 你要是有钱就当我没说 这牛肉王很大 哇 哇 超级K 哎 这个肉丸非常有嚼劲 嗯 就跟在吃牛肉一样 啊 这还是牛筋网牛筋网 很Q弹的 像我的视频贴建的都是 比较大众化的或者性价比会比较高的 美食啊 没有去走那种高端路线啊什么 一顿饭一千多啊什么什么的 没有 因为我们生活中大部分人的话也都是 普通老百姓啊对不对 哪有那么有哪有那么多有钱呢 嗯 嗯 嗯 再点个两盘肉吃一下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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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聞起来 很香啊 那肉香味 很新鲜 嗯 算了算了 一盘一盘一盘一下吧 哈哈 两盘一盘一下我直接吞掉了 是不是少了很多吃自助的霸气 嗯 还有最后一盘啊 吃完不吃了 肚子也饱了吧 虽然还能吃还想吃但是甜泡受不起啊哈哈 您吃的快270块了 270多去吃一顿那个海鲜之 那个高档的海鲜之助还不香吗 如果你只是为了吃爽吃饱的话我自己还是 吃自助是最好最划算的 喝一碗这个牛肉汤 我觉得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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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再对你了 我觉得这个 房子吃啊 真的是 买不到 你买一下 我觉得自己上台好 对 你哪里买卖的 我认识的头是更好 哦 对 我觉得 好香很鲜啊 这个汤 营养全在汤里面 好香很鲜啊 这个汤 营养全在汤里面 那这期视频跟大家说再见了 喜欢的朋友记得点赞关注啊 我们下期见 天天见 拜拜